304 形狀造型實體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畫6半 那360度除以6 每一個等分是60度 那我們先畫一半出來 那這一半呢 我們要用 那個混層 混層 好 選擇形狀混層 點選 截面 定義 Top面 好 炒繪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 繪製一個圓 好 那圓的直徑是125 好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轉成 建構線 然後再拿直線 繪製四條線 好 然後呢 這邊 這邊 這一條等於這一條等於這一條等於這一條 然後 這邊 到 這邊的距離是60 好 那 完了之後 打勾 好 然後呢 這邊的高度 是25 是25 所以 這邊 改成25 好 炒繪 選擇點 點在這一點 確定 好 Ctrl D 我們來看一下 確定 好 那 這一片就做出來了 好 那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一個旋轉軸 所以先做軸 選擇 選擇 按住 Ctrl鍵 選擇 Right 按 確定 好 把這一隻軸往上移 好 選擇混層之後 正列 選擇 軸正列 選這隻軸 總共要6片 360度 打勾 好 那 這個就做出來了 做出來之後呢 他的 坐標系 好 選擇 Front 按住Ctrl鍵 選擇 Right 再點選底部 好 然後呢 這邊 好 那個Z軸要朝上 所以現在 Z軸是朝上的 Z軸在這裡 所以直接確定就好 好 所以這裡呢 體積 近視值為何 所以 質量屬性 這一個 體積是這一個 好 然後Z軸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它要改變尺寸 好 D是150 好 所以這裡呢 好 這個 打開 右鍵 編輯定義 好 那 面積 第一個截面 好 這裡 是改成150 好 然後 H是30 N是12片 好 N12片 360 除以12 一個是 30度 所以這邊改成30 好 確定 然後呢 這邊 第二個截面 這裡 高度改成30 好 確定 Ctrl D 好 然後這邊呢 正列的部分 這邊要變成 12片 360 好 打勾 等一下 編輯定義 12片 12片 打勾 好 那 這樣完成之後 來 它的表面積為何 好 做標示在這裡 表面積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 A到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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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距離 來 先關掉 A到B 是這個點 所以 測量 A是這個點 Ctrl 鍵按住 B是這個點 所以答案是這一個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A到C A到C 來 那所以 A是這個點 看 錯鍵按住 C是這個點 好 或是直接點這條線 也可以啦 來 這裡是 長度是這裡 直接點這條線 比較快 因為它是指 這個點到這邊 好 那以上這邊 就是304體的 操作方式 好